据媒体报道,中国最大的国有石化公司,中石化下属的联合石化公司总经理陈波和党委书记詹琪,近期因工作原因停职,有副总经理陈岗,主持行政工作,目前联合石化一切工作正常开展。 这则报道引起了我的注意,在国际高层领导,突然被停职是非同寻常,除非是有重大问题出现,于是继续往下深挖。 联合石化这个公司,主要是负责原油对冲交易,总经理和党委书记,突然被停职,是由于买涨了原油期货,据说在原油70多美元的时候,卖了3000万至7000万桶。 但是事与认为,原油期货从87美元,一路跌到了49美元,联合石化这波做多完全做反了方向,还没有及时止损,被国际资本洗劫,造成数十亿美金以上的亏损。 我们来感受一下这波原油期货的凌厉下跌。 我大概给大家解释一下操作原理,原油期货是带杠杆的交易品种,可以做多,也可以做空。 今年4月之前,国际原油价格搭边上扬,我估计联合石化,也是在这波搭边行情里面,不断加抗杆做多,把仓位和抗杆加了上去。 之前总经理成波,在年度亚太石油会议上发言还专门谈到,判断原油的合理价格,应该是在60至80美元之间。 很多朋友可能不明白,中石化下属的公司,为啥还要市场原油期货? 其实是对冲透力的一个需要,举个例子,中石化每年都要从国外进口大量的原油。 如果现在原油价格是50美元,中石化如果预期三个月后进口的原油价格,可以涨到80美元每桶,那就可以在期货市场,以50美元的价格满进。 等到三个月后,原油价格到达了80美元之后,中石化从国外进口的原油价格,仍然是80美元每桶。 但是它在原油期货市场上,做多的原油已经赚了30美元,相当于它的成本仍然是80美元。 如果中石化预期三个月后,进口的原油价格会下跌的话,那就可以从期货市场做空,原理是一样的。 结果这次中石化下属的这个联合石化公司做错了方向,在本该做空的环境里面做多了,并且是加杆杆的重仓,不止算,被国际资本打爆,拒亏数十亿美金。 类似的例子还有2004年中行由新加坡的CEO陈九龄,在原油期货市场上大量做空,结果遇到油价持续上涨,最终在多路资本的围剿之下爆仓, 就亏了5.5个亿美金,他本人由于内幕交易,被新加坡出东法院判处入狱服刑四年零三个月。 这次的亏损额更大,数十亿美金,是有人要背锅的,否则国有自由流失的责任,谁能承担得起。 受此消息影响,联合石化的母公司中国石化,6028暴跌6.75%,一天之内市集损失485亿元,约合70亿美元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,哎哟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� Notes